再保養你再答錯 好難想像尊出軌的樣子 但尊那麼有錢一直在一起 等到我太老會不會就膩了 我現在已經可以笑笑的看了啦 但是可能我前兩個月的時候 就是還是會爆出那種 因為我那種真的太奇 他罵我罵得非常難聽 然後我就是收到那個男生長怎麼樣 收到以後我就釋懷了耶 你長這樣子你這樣講我OK 說你今天是車影優 你罵我長得醜 我醜啊 你是車影優我當然醜 我是蘿蘿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就是熟悉的人 他已經出現到不用再介紹了 我們今天是要讓我的哥哥來看我的酸民留言 因為自從某一部影片之後 我頻道就開始每天湧入大量的酸民留言 不過到就是我每次點進我的後台看 我都會心心很差 但是我這幾個月我就有調適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就決定來做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所以我就決定來做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就是原本我常常因為這些留言啊 然後就開始哭 或者很難過 我是真的常常哭的那一種 但是呢 我現在決定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來把這些留言呢 變成好事 酸民留言呢 做成一個reaction 一邊做reaction 一邊做公益 我們會把結大業配部分收益呢 然後捐出去做公益 讓酸民留言變成好事 還不錯耶 對吧 以後呢我只要看到酸民留言 我就可以從一個很難過的心情改成說 就是可以跟他回答說 喔謝謝董妹這樣子 所以呢今天在看酸民留言之前呢 讓我們先感謝這一集的金主爸爸 因為沒有他的話呢 我就沒有辦法做這支影片 所以呢我們就來掌聲 謝謝 bodygirls又再次來到我的頻道啦 bodygirls又上次我哥哥 介紹過非常厲害的一個高蛋白的品牌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他們家最新的 膠原蛋白的產品 今天呢看酸民留言的同時呢 也會教我哥哥用醫學的角度 再一次為大家分享說什麼是膠原蛋白 那為什麼這一集會講到膠原蛋白呢 除了製作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原因是 剛好我很常被酸民罵說我很老 那我就很需要補充膠原蛋白嘛 是不是很剛好 順便科普一下膠原蛋白的知識 耶 這次是來分享他們家非常有用和好喝的 頂級水透光膠原蛋白生態 給大家看一下我喝前跟喝後一個月的素顏照片 是不是差蠻多的 今天在開留言之前呢 先讓哥哥來跟我們補充一下膠原蛋白的知識 喝膠原蛋白到底有沒有用 好 來 他是說他的那個配方沒有七顆 對 其實蠻多的 因為膠原蛋白其實就是蛋白質 那補充當然一定是有好處 其實膠原蛋白它就是有點像是骨架 但是它裡面加的配方其實還有玻尿酸 還有那個神經性感激胺 玻尿酸是讓水分被吸出 然後神經激胺是讓水分不要跑出去 那膠原蛋白就是整個支持所有結構的一個骨架 嗯就是可以一包補足你所有需要的 那我有問題想問 什麼是神經激胺 神經激胺其實它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細胞最外層那個細胞 有點像肥皂 肥皂你知道就是有輕柔性的輕水性 對 對那它其實也一樣 它是一種有點像脂肪的東西 所以其實它可以讓水分不被排除去這樣 它可以保持入水分 他們裡面還有那個蔓越莓萃取物的甜質 也是對女生很好對不對 那因為萃取物就是我們上次在iHerb那一集有介紹到 對女性的私密處健康是很好的 嗯 鐵質的話就是平血吧 對 那我想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最多人想知道 家人蛋白真的有用嗎 真的 主層不是說什麼 70%的水 對 其實不到 大概只有一般 而且女生還比男生少 真的喔 對男生大概六成 女生大概五成 嗯 然後說七成是只有小成的問題 那現在其實很大一部分是蛋白質 嗯 那蛋白質的話 其實最主要的 大概三四成都是膠原蛋白 所以膠原蛋白其實佔的很大的力量 喔 那當然吃的話 它其實因為它是比較大的分子 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按自己算 它還把它分解成比較小的按自己算 嗯 再重新組成 其實膠原蛋白就比較多 嗯 那如果你缺膠原蛋白的話 整個地基就會塌掉 所以補充膠原蛋白是真的需要的 對 市面上呢 膠原蛋白其實白白種 那 我必須要講誠實的說我自己的心得 很多膠原蛋白都是什麼 一罐粉啊 然後就可以加在各種飲料或水裡面 嗯 但是我從來沒有喝完過一罐過 因為我喝過的東西都心味很重 我可能只喝了三分之一或不到 我就放棄了 所以最後就是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Bodygold的膠原蛋白 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 它喝起來跟幽多綠一樣 就是很像檸檬羊樂多 因為它喝起來很順口 很像飲料 所以我每次喝完就可以很順順的喝 不會說每次膠原蛋白都要讓捏鼻子啊 或者有腥味把它喝掉 那我覺得你真正你有喝完 跟你就是買一整桶 然後喝幾口就擺爛 那當然是喝完才有用嘛 那我自己也覺得我的氣色 或者是我的整體的 那個烘潤度 保水度就差很多 因為我之前夏天我皮膚其實超容易乾 然後我鼻子啊 或者是我的涼額 非常容易脫皮 但是這一個月我妝就特別特別容易貼 所以與其喝那種有腥味 然後你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的膠原蛋白粉 我倒覺得你們不如選擇 就是你喝了很順口 可以每天都喝的那一種產品 這樣才會讓你長期喝下來有心得 因為你保健品一直吃一下下根本就沒用 對啊對啊還是要長期吃 堅持才是最重要的 再來分享一下Bodyghost他們家的膠原蛋白 跟其他市面上不一樣的膠原蛋白的地方呢 就是他們有三大寵愛配方 就是我剛剛說的可以鎖水補水 然後不容易脫妝 然後你的浮粉妝化也會改善很多 就是我剛剛有說的 我喝這個月下來 我真的覺得我上方變得特別好上妝 第二個就是看眼花好氣色 看眼花就是衛生素C 它有一個什麼骨光乾菜 哦那個是什麼 它跟衛生素C都是很幫助 就是抗羊肉 然後它們就像一個盾牌 所以其實看眼花是蠻重要的 看眼花很重要啊 就我之前講那個吸血管 就是老話就是氧化 因為吸血管不需要氧氣 所以它就不會老 然後再來第三個 就是女性喝乎的第一房 就我們剛剛說的 麥玉莓配方跟鐵質的部分 就是幫助女性的生殖器那邊的 一些PHC的調整 也是蠻有幫助 他們家的膠原蛋白粉 你覺得它這個成分跟配方 你是推薦的嗎 以醫生角度來說 它講的是三個其實都很重要 然後把它加在一起其實蠻特別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口感 剛剛講的 其實我覺得它可能也是加了這些 像麥玉莓啊 或者是會有那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因為它蜜心格 最重要對我來說 第一順味就是口感 那它真的很好喝 長期攝取真的是比較有用 所以它就是可以解決掉我的那種 長期 就是吃一吃就放棄的感覺 好 那我在講完膠原蛋白的同時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的酸米留言 第一個是這個 老阿姨真的不適合雙馬尾 這個 等一下它是在哪一天流的 就是那個Blackpink的吧 因為我Blackpink就是雙馬尾啊 他一沒看你的影片 然後就直接在那邊流這段眼 其實我看到這個我就是笑一下 我覺得蠻好笑的 對 好這個好像沒什麼好講 太爛了 我跟你講下一個是最經典 因為我之前發有限動 然後大家很氣 本來就不用配合別人 要醜就醜 要好看就好看 但女生應該要有自覺 三十歲以上就老阿嬤了 已經失去女性價值 任命點不要硬拗 再包養 你再還答錯 再包養也不會變美啊 如果你不介意 就不會講一堆 你就是自己也很介意 才會這樣狡辯 然後那時候回家說 閉嘴回家搭你的手XX 處事價值裡面最有男性價值 又高又有誠又帥 然後又是醫生的這個 最有男性價值的來回答你 看完後面就覺得 好像只有DVG能看 本來就不用配合別人 這個我倒是覺得還OK 可惜的是就只有這句OK 覺得三十歲以上就老阿嬤 已經失去女性價值 這句話 我覺得如果你有這種想法的話 老實說有兩個好消息跟你講 第一個好消息就是 如果真的照您說的 三十歲失去女性價值的話 你如果三十歲以上變成零的話 其實你跟原本的價值也差不多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好消息就是 不是男生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我們這次推薦的教練蛋白 因為教練蛋白其實最近的研究 跟一些神經連結有關係 照你的在不會打錯 最近的有一些研究是說 就是教練蛋白跟阿滋痰默症 的修復可能有些關係 腦部的一些連結 其實它也是要靠教練蛋白 因為教練蛋白就剛才講 所有身體的補強 所以包含那些神經的連結的支持 也是跟教練蛋白有關係 所以本集的所有酸品都非常適合 今天的Bodyghost 沒錯 不過他應該是男生吧 他也是男生 這如果是女的我就覺得他很可悲 下一個呢 有一個人很生氣的 連續PO了兩個對不對 第一個是嬰兒肥 第二個是臉太大 為什麼他要分兩個 你說為什麼不一直罵 對啊為什麼要分兩個 我知道為什麼 可是他的記憶體一次只能三個字 所以我覺得這邊就是 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跟他說 你可以試試看 BODYGOALS的焦魚蛋白粉 天啊 哥哥是最強工商網耶 無形工商機器 看你能不能就是 至少下次留言可以一次留十個字 你喝了這個BODYGOALS的焦魚蛋白粉 你可能下次可以進不到一次留言四個字 沒錯 下一個留言是 好難想像尊出軌的樣子 但尊那麼有錢 一直在一起 等到我太老 會比較膩了 我現在已經可以笑笑的看了啦 但是我可能我前兩個月的時候 就是還只能會爆 多那種 我已經成長很多了 自從我吃了這個焦魚蛋白 我跟你講 Flapping那影片真的太多 人生攻擊的原因 我是真的解不完 我覺得至少我可以忘了一兩百個起跳 然後這個他就直接說這是長相問題吧 但這其實已經算是最還好的 很多人都直接 不要罵我 而且是還有人去其他的 也去Blackpink的美容室的創作者影片 底下留言就說什麼 我就是很醜很胖啊 就是都是我的問題 什麼什麼的 你拍影片你是想要分享 而且你其實講的東西都蠻中肯 你也沒有在罵那種好東西 而且你只是分享自己的經歷 而且你還自己花錢 如果他們的價值裡面只有長相的話 我覺得他們可以回去看抖音 之前有人就是罵我罵超難聽 然後他就是那個 Blackpink的粉絲 那我自己也是 所以我覺得我還好 但是我就是覺得 很多片階的粉絲 都會害慘偶像的名聲 因為我那種真的太氣 他罵我罵得非常難聽 然後我就是收到這個男生長得怎麼樣 收到以後我就釋懷了耶 你長這樣子 你這樣講我 OK 如果你今天是車影優 你罵我長得醜 我醜啊 你是車影優我當然醜 那張圖很好用 HER NOSE IS TOO BIG 下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I DO的那個化妝師 美容室的影片系列裡面 點率最高 然後大家都說最好看的 但是還是有一個小妹妹很氣 她就說不像就是不像 不要再畫得很醜耶 這是小妹妹喔 她的小妹妹 我覺得現在這小孩子好兇喔 我可以理解 小孩子對於就是 其他人畫你偶像的妝會生氣 因為你心中的偶像 這是不可褻毒的 你怎麼可以跟我偶像 穿一樣的衣服 你可以畫一樣的妝 因為你就不是我的偶像這樣 真的很多人 在網路上是沒有禮貌的 讓我感到有點震驚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這種紅色罵人吧 我們以前玩諷之谷 那個尬謀罵人嗎 我沒有我不會啦 我也不會 我覺得現在不管DK 還是什麼PPT 或是網路上真的 大家都這樣子 凶到我有點嚇到 這個也是在別的創作者底下留言 他說我自己覺得羅倫醜 不只是妝容的問題 他自己長下也是 然後另外一個人回家說真的 而且我現在其實蠻釋懷 你要覺得我長得不好看什麼的 那或是你們個人的意願 但是我自己喜歡我自己就好了 謝謝你答那麼多 讓我就是接到業配 讓我繼續賺錢 我會繼續努力的 像就是今天的生命留言 其實大概只是 可能二十分之一 言論的自由 不敢無限上鋒到人身攻擊上 我自己就算覺得 我心裡有這個想法 我也不會去特別講出來 因為我知道那個會傷人的 就是如果你是人生活中 你不會對這個人講出來 就是你這個人 你自己長下也是很醜 你如果不會這樣子的話 就不要講這種話 麻煩你們就是也不要對別人 做這種事情 因為這真的是會讓你感到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最後再感謝今天的 金主爸爸Body Ghost 在斯萊羅頻道 然後他們家的官網 有我的專屬優惠 透過我的資訊欄 連結點擊 有很甜很甜的甜甜價 我吃東西都會看它的成分 它上面寫蛋白質八克 但糖只有不到三克 豆漿也差不多 不到十公克的蛋白質 對 然後但是糖就有點滿 其實它其實 那時候很棒 其實是一個滿難得的 還有衛生入食 也是貼紙 Body Ghost 的這個 教育大白真的是好東西 我已經要陸續喝到第二盒 到第三盒了 我自己也是有在囤破 那它真的真的很好喝 業配的收益 還有點閱的收益 會把它整理起來 捐還給購益團體 我也把捐還出去 放在我的IG的現實動態 然後也會把我捐到哪裡 跟款項都放在那個 資訊欄跟留言的地方 不好的經歷跟心情 轉換成一個正面 可以回饋社會的一個好事情 如果繼續還有人在罵的話 我就是繼續賺錢 然後繼續的回饋做公益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喜歡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BIG找我玩 也歡迎到哥哥的頻道 還有哥哥的IG找他玩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